再来看到品香茶行老板朱朝鲜 透过民权里长刘元良得知 花莲市有一个食物银行 专门提供给民众紧急生活物资需求 因此他人生第一次的爱心捐赠 就献给了爱花莲食物银行 而市长魏家彦特别感谢朱老板的善心善举 所表示会善用这一批爱心物资以外 也欢迎企业社团以及个人都可以踊跃捐助 让弱势民众获得实质帮助 63香的饱酒乳和豆奶送到了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有需要的民众又能够获得及时的帮助 这是品香茶行老板朱朝鲜人生当中第一次的物资捐赠 这一次主要是透过里长刘元良的介绍 我才知道我们花莲有一间这么好的一间食物银行 才知道他们食物银行常常在帮助一些弱势团体 捐助一些民生物资 让我可以透过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尽一点自己小小的心力 只要食物银行提出的一些 他们可能有哪些物品比较缺 我们就去赞助哪些 这样才会比较有帮助 我本身爱喝茶所以有开一个茶叶店 所以平常也做得在做公司吗 现在开始会开始做 以前都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市长渭嘉燕特别颁发感谢壮 感谢来自企业的善心益助 今天很感谢朱老板 捐赠了63香的豆奶跟乳制品 薄酒乳制品 那在我们知道 暑假已经要准备到了 那天气也非常炎热 也非常感谢朱老板的一个善举 那也希望说我们来食物银行 领取的我们好朋友们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喝到有一些的饮料 那不单单只是水而已 那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 需要捐赠的话 都希望捐赠到我们食物银行 我们会把每一笔的捐赠的物资 妥善的分配出去 魏家宴强调 暑假到来不少弱势家庭 需要的生活物资明显增加 希望有能力的企业社团或个人 能够慷慨捐助食物银行 让更多人能够获得帮助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员